首先有请腾讯游戏副总裁 腾讯游戏学堂院长夏琳女士 带来TGDC开场分享 构建行业发展新势能 开拓游戏多元价值 大家好 我是夏琳 欢迎屏幕前的各位参与观看第五届腾讯游戏开发者大会 今天 我分享的主题是 构建行业发展新势能 开拓游戏多元价值 今年 游戏行业依旧是充满变化和发展的一年 我们看到快速的技术进步 不断拓宽人们对未来数字生活的想象空间 像元宇宙等一些新概念也不断涌现 游戏作为一个高度跨学科的产业 被置于数字虚拟与现实的交汇处 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同时 随着用户审美 下一代平台 宣发模式 乃至全球游戏市场都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 游戏产业精品化 全球化 多元化的趋势也将更为突出 聚焦 国内游戏产业也呈现出创新与融合的发展态势 首先 得益于市场发展和用户需求的不断升级 游戏产品在细分品类上也愈发多元发展 创新型玩法赛道机会变多 同时 越来越多游戏开发者创作的优秀作品 受到了全球玩家的喜爱 未来 具备高自作品质 以及优秀的游戏玩法和叙事设计的高势能产品 将获得更为明显的优势 其次 作为与科技共生发展的产业 新技术的突破与应用始终是游戏行业关注的焦点 虚幻引擎5 数字虚拟人 AI自动生成等技术应用将不断丰富游戏体验 同时 我们看到游戏产业所积累的技术 也正在应用到其他领域 提升不同行业的生产效率 再次 随着游戏更广泛地融入数字生活 行业自律成为游戏与社会不断完善责任契约的重要一环 伴随着市场和技术的演变 游戏产业将继续增长 根据调研机构NewZone的统计 2021年 全球游戏玩家总数将接近30亿 同比增长5.3% 其中 亚太地区玩家的数量占比超过一半 成为全球游戏市场增长的主要引擎 根据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我们也可以看到 国产游戏海外收入交四年前增长超过一倍 达到84.68亿美元 这表明 中国游戏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持续增强 国产游戏走出去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未来将有越来越多承载着中国文化底蕴的游戏产品 走向海外 助力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交流 刚刚播出的《由衷之言》第二集中 大家看到了处于不同阶段的游戏人 各自的工作状态 以及对于游戏行业 游戏市场的思考 在今年的腾讯游戏年度发布会上 腾讯高级副总裁马晓益提到 游戏正在帮助人与人 人与社会 不同产业之间创造更多有价值的连接 成为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超级数字场景 在这个进程中 腾讯游戏将以技术 人才和责任为底盘 通过不同品类的产品去实现价值探索 并与所有游戏玩家 从业者一起 构建一个和谐发展的游戏生态 探索产业契合未来的可能路径 面向未来 腾讯游戏学堂作为致力于通过专业人才培养 高校产学研合作 行业交流及开发者生态建设等 推动游戏行业良性发展的平台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腾讯游戏学堂近期的探索与阶段性成果 以及如何在技术 人才和责任等维度 助力超级数字场景的共建 腾讯游戏学堂一直致力于打造 从专业到学科的一体化建设 与高校共建游戏专业及游戏学科 共同推进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同时 为帮助游戏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我们联合国内外顶级的院校 从学术研究角度切入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 挖掘游戏的多元价值 并从产业需求出发 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紧密合作 优势互补 促进技术创新 带动科研成果快速落地产业 形成多方合作的良性循环 共同发展 经过几年的沉淀与努力 今年 我们在产业研究 学科建设 以及科研合作等方面 都有一些突破性的成果 持续推动着产学研体系的不断完善 我们展开来看 今年 我们与清华 北大 浙大 上海交大 华科 MIT 思隆管理学院 新加坡国立等 16所国内外高校 围绕科技向善 前沿技术 文化传播 正向价值领域 发表了30篇产业研究及科研合作课题成果 8项国家专利 5篇报告 其中领域包括高激度研检几何重建系统 基于深度学习的骨骼蒙皮 城市结构化建模 AI技术应用等 其中 浙江大学腾讯游戏智能图形创新技术 联合实验室的三个基于前沿技术的项目 不仅获得了国家专利 还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 这些成果在技术创新 社会关系 传统文化 以及助力社会生活 生产等各个方面 将具有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 从实践及理论研究层面 帮助行业规范发展 也受到政府 高校企业的多方重视 前不久的北京国际游戏创新大会 对外公布了北京市贯彻落实中宣部要求的系列举措 其中包括在北京市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传媒大学 共同发起成立游戏理论研究中心 腾讯很荣幸作为游戏理论研究中心的共建单位 将结合自身优势 积极助力游戏理论研究中心的建设 从课题研究 人才培养 学术交流 三大方面为中心提供资源和支持 腾讯将紧紧围绕推动游戏产业 健康发展这个核心 立足产业现状 着眼未来发展 遵循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 支持中心培育向上向善的产业环境 推动游戏产业健康发展 学术研究可以助推游戏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创造更多的价值 那么学科建设则可以为产业 人才发展提供底层原动力 腾讯游戏学堂和清华大学联合共建的国内首个 互动媒体设计与技术的硕士专业 在今年9月迎来了第二届的30名新生们 他们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武汉大学 英国曼测士特大学等院校 从500多名报名学生中脱颖而出 十分优秀 经过近两年的发展 我们聚集行业及腾讯游戏的专家 清华的老师们为该专业体系化的课程设置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同时我们还携手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互动媒体系 共同打造国际化的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 除此之外 我们还为该专业的学生提供 千万级软硬件投入的动补实验室作为教学基地 采用国际一流的光学动作捕捉设备 能在动补科研实践的同时进行独立授课活动 正如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佐建厄所说 希望每位IMDT学生都能用积极主动的态度 去面对未来的每一次挑战 成为能够用世界的语言来讲中国文化 中国故事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该专业有同学表示 在这里可以系统化地学习游戏自作 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不仅有学术氛围 还能接触到行业最前沿的知识 我们也非常期待 未来他们带着在这里的收获 为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除此之外 腾讯游戏学堂还持续长线建设 知识分享平台 搭建游戏专业知识体系 包括多样化的免费视频课程和干货类文章 等精品内容 深入讲解游戏制作过程 研发经验和幕后故事 人物访谈和行业洞察等 助力游戏人专业学习与成长 同时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精品栏目 如由腾讯游戏专家 分享自身经验的问报游戏人 通过跨件碰撞 传递游戏幕后的故事和理念的 很高兴你玩我的游戏 精选十余款腾讯游戏产品研发经验的 腾讯游戏100篇 以及联合行业大咖 研发团队 开发者 学生 媒体共建的游戏图书馆等等 都具有较高的学习和收藏价值 非常适合从业者的关注 以上内容通过腾讯游戏学堂官网 公众号小程序均可浏览观看 近期我们还出版了腾讯游戏开发精粹2 这是一本联合说明技术专家整理沉淀 包含人工智能 计算机图形 客户端架构等前沿原创技术方案的书 希望促进行业的知识分享交流 共同学习进步 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除了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发掘 搭建校企 产学研合作体系 也离不开对创意土壤的耕耘 腾讯游戏学堂在去年成立了 腾讯独立游戏孵化器 协调腾讯游戏各部门相关资源 实现独立游戏行业的深度生态建设 帮助独立游戏团队解决难题 获得资源 促进游戏行业多元化发展 为此 我们成立了200多人的腾讯游戏专家团 通过聚合腾讯游戏各领域热心的专家 覆盖策划 美术 客户端 服务器 UI UE 音频 项目管理 运营等维度 为高潜力独立游戏团队提供深度支持 包括研发资金 专家的指导示范 宣发和运营等全程协助 这些专家团已经在望想山海和我的侠客 等风格化产品的研发过程中 进行了各种打磨协助 未来将帮助更多优质独立游戏的全程深度复化 我们还举办了GWB独立游戏大奖赛 邀请国内外知名行业专家 制作人和媒体人作为评委 为获奖作品提供远高于其他行业赛事的奖金奖励 与宣传资源支持 9月我们公布了中国区入围决赛的26款作品 玩法风格各异 或许将为独立游戏领域带来新的思路和启迪 本届TGDC独立游戏分论坛上 也将举办独立游戏大奖赛的颁奖典礼 希望这些充满表达性的作品能够获得更多关注 同时我们还持续举办GWB腾讯独立游戏 孵化器开发者沙龙 邀请有成功行业经验的专家游戏制作人 从立项研发发行等角度 为开发者带来刚货满满的行业知识与经验分享 也让更多开发者的创意得以绽放 我们做这些是希望从创新创意创作等不同维度 为中国游戏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添砖加瓦 基于全球化的产业格局 不断升级的市场与用户需求 以及游戏社会影响力的持续加深 我们将会面对更多的基于挑战 因此我们将今年TGDC的主题定为5x5 邀请40多位重磅的行业嘉宾 高校学者、未成年、保护专家、汇聚一堂 共享行业经验、前沿技术和发展趋势 将一场场围绕游戏产品、技术、艺术、市场、独立游戏 及社会价值的干货分享 通过更开放的线上形式 让更多的从业者、专业人士 与游戏爱好者能参与其中 共同探索游戏行业的更多可能 我们也将持续推动TGDC 成为行业发展的指南针 从业者的连接器 好作品的放大劲 希望在接下来的三天精彩呈现中 大家能有所收获 有所期待 谢谢大家